仔细看 这些不穿裤子的男人在干嘛 你没看错 他们再点大米 而这里就是企鹅人的钱庄 但企鹅人不知道的是 警监巴恩斯已经盯上了这 巴恩斯带着仙遣队 对钱庄展开了偷袭 一切都很顺利 但突然一男子拿着货箭 就轰了过来 幸好大家多闪及时 而这可把刚来歌坛的巴恩斯 吓了一跳 巴恩斯说 军火都这么猖獗的吗 戈登说 歌坛有个军火市场 但半个市议会 都在庇护这个市场 所以没人去碰 巴恩斯说 我不管什么议会 只要违法 我们就去查封他 此时 心情极度糟糕的企鹅人 收到钱庄被查封的消息后 超级棍子 就把此消息的小弟打得半死 先是母亲被抓 现在钱庄又被查封 但他却一点办法都没 没多久 妹妹又来了 给了企鹅人一张单子说 你去给我把这几个地方烧了 同时给我拿回纸上 描述的那件东西 无奈 企鹅人只能照做 但专业的是 得专业的人办 大胖找到了猫女 让他带路去找纵火三兄弟 因为猫女和他们的妹妹 是好闺蜜 很快 两人来到了三兄弟家里 三兄弟觉得生意不错 就接了 老三立马动身去买汽油 此时 他们的妹妹 也就是猫女的闺蜜 给他们送上了啤酒 但转身就被老大踹了一脚 大家注意哈 这个妹子可是重要人物 我们叫她 萤火虫 和三兄弟是同父异母的关系 但一直不受待见 打骂是经常的事 此时 老三来到军火市场买汽油 看到架子上的炸包不错 就偷偷地踹在了裤裆里 不巧的是 此时 巴恩斯和戈登突袭了市场 老三见形势不对 拔腿就跑 但外面的大门是锁着的 根本跑不了 于是 掏出枪 准备射击 但哪能快过戈登两人 轰轰几枪全打在身上 而戈登的一发子弹 则击中了炸包 导致老三瞬间爆炸 巴恩斯吓一跳 你这什么子弹 威力这么大 得知老三领了盒饭的老大 两人开始犯难了 因为每次都是老三 从通通管道 钻进钻出 安装炸包 此时 老大看向了萤火虫 萤火虫知道老大什么意思 但他还没开口 老大就说 你不想干 就滚出这个架 画面一转 萤火虫正在安放炸包 随后打开了一个保险柜 拿出了一把骨刀 但因为执行任务 没把握好时间 炸弹爆炸 还未离开的萤火虫大腿 瞬间被烧伤 但老大老二 根本不管他有没有事 将他塞上了车 其他一无所获 但直觉告诉他 这把刀有秘密 此时大胖说 路边古董店的老板 知道歌坛的历史 对古物也有了解 我把他叫过来 但当老板娘看到这把刀时 表现出了极大的恐惧 急忙说看不了 但企鹅人直接以性命相逼 老板娘这才说出古刀的历史 古刀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卷毛又为什么想要这把刀 关注郭说美剧 下一集我们接着讲 今晚还有两集 You're in deep waters Mr.Penguin